第1032集 我和你不是一类人 你虽然是明冻一时的养生大师 但是你自己的水平有多深 我想你比任何人都清楚 我与你不同 我是真正正正的 用自己的医术 为病人减轻痛苦 为天下苍生谋缚 所以 别拿我跟你比 因为你不配 行 就算你说的是真的 我只想知道 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梁云生有些咬牙切齿地说 想知道 叶浩轩笑了笑道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开玩笑 医道的传承 是叶浩轩这辈子最大的秘密 他又怎么可能会对外人说呢 毕竟现在 盯着自己的人还不在少数 如果真相 真的被别人知道了 他还不知道要出多少的麻烦呢 你 你难道不杀我吗 梁云生愣了愣 你是傻逼吗 我为什么不杀你 你这个奇葩的结论 是怎么得出来的 叶浩轩更愣 这会有病吧 你他妈的给老子 制造出来这么多的麻烦 现在却又问 自己 是不是不杀他 他疯了吗 那你为什么不能满足一个将死之人的要求呢 梁云生有些愤怒的说 我为什么要满足你 叶浩轩冷笑道 你研究过我的生活 我知道你是一个有仇必报的人 你的死不明目 这正是我想看到的 话说我为什么非要让你死的明目 你电视剧看多了吧 叶浩轩 你 就在梁云生的牢骚还没发完的时候 叶浩轩提着太长 一键结束了这个家伙的生命 因为叶浩轩觉得他太啰嗦了 反派败了以后 一般情况下 不要跟他废话 否则的话剧情可能会反转的 电视剧里这种剧情多了去了 早就不该这么多废话的 你这种人是要下地狱的 叶浩轩自言自语的说着 他收起了太长 虽然刚才这家伙的魔神甲 被叶浩轩数剑斩碎 但是剧府仍然会源源不断的 从地狱里照出阴灵 直到梁云生烟消云散 这漫天的阴灵才烟消云散了 李婆婆刚才在于 剧情的阴灵搏斗的时候 受了重伤 现在他权掌之地 似乎已经撑不下去了 叶浩轩 看看他还有救没有 李延新一手扶着他 缓缓地把他放倒在了地上 叶浩轩跑过来 右手搭在了他的手腕之上 一搭之下便得知李婆婆的伤已经无救了 他缓缓地向着李延新摇摇头 示意已经无救了 我记得 我说过 我要做我们村子里最长寿的人 李婆婆笑了 尽管刚才被阴灵伤及了灵体 尽管他现在奄奄一息 但是他还是一副精神异议的样子 因为他是巫族的守护者 哪怕就是死 也要死得体体面面的 还记得这位老人家 再过几天就是106岁的生日 而在孔雀瓶里面 最长寿的老人是105岁 老人家在进入巫神灵之前 还说自己要挑战一下孔雀瓶里的长寿 李婆婆 您已经是村子里最长寿的人了 叶浩轩笑了笑 他笑得有些苦涩呀 其实梁云生虽然有些疯狂 他的想法虽然也有些荒谬 但是他这又何尝不是一种渴望呢 渴望能带领众生 跃出轮回 不再受生死之苦 因为对于生死 叶浩轩感觉很无奈 每一个人大信将至 即将离开的时候 他都感觉到很无奈 但是他却丝毫没有办法 因为这就是天道 还差 十二个时辰才到 可惜呀 我撑不下去了 李婆婆无奈地笑了笑 我没有守好孔雀瓶 我没有守好孔神灵 哪怕是现在死了 我也无言去见大悟 李婆婆 你能撑过这十二个时辰的 叶浩轩默默地取出了金针 还阳九珍 九珍断生死 本来只要是大县未到的 不管这人的生命再垂危 只要还阳九珍一出 便可以起到 重长生死的效果 可惜的是 这老太太已经是 一百零五岁的高龄了 再过十二个时辰 那就是他一百零六岁的生日了 大县已经到了 即便是还阳九珍 恐怕也救不了他的命 但是叶浩轩至少能保证 能让他熬过十二个时辰 能让他成为孔雀瓶里面 最长寿的老人 谢过医生 还了我一个心愿 九珍过后 老太太的精神一震 他手中的权掌之地 站了起来 五神灵 是我们孔雀瓶的圣地 除了有缘人之外 其他的人 都是不能进入到这里来的 可惜大雾的残魂 随着这场天地之劫 烟消云散 这才导致了外人的进入 老神对不住衣裳 本来乌神的传承 是属于衣裳的 李婆婆叹了一口气呀 那他还不是属于我 叶浩轩摇摇头道 这世间万物 一饮一浊皆有天道 既然那些东西 被梁云生得去了 那就说明 我并不是他唯一的有缘人 而且我身上已经有了凤魂传承 我觉得我的凤魂 与巫神的东西 有相克的原理 硬要传承 也未必是一件好事 医生说的也不无道理 李婆婆微微地点点头道 我听说医生到这里 是找一些东西救人的 不知道你需要什么东西 武神殿就这么大 其实里面并没有什么珍惜异宝 这个老身最清楚不过了 我有位朋友 就是那个魂体状态的小丫头 需要重塑肉身 叶浩轩叹了一口气道 唉 因为有些原因 他被歹人杀害了 残魂只能寄存在一只白莲上 所以 我想在这里找到能救他的东西 巫神灵是上古巫神七身的地方 我原本以为这里 有我想要的东西 但是现在看来 我多想了 这些都是定数 医生请放心 我看那小姑娘 叶浩轩唯唯一愣 我需要注意什么 你有一劫 李婆婆道 婆婆会算命吗 叶浩轩笑了笑 关于他的结数 玄机已经告诉他了 至于是什么结数 他倒也没有放在心上 开玩笑 在雪山在窝国 他什么逗逼的结数没有见过 管他什么结 兵来将党 水来徒一眼就是了 我不会算命 但是巫岛传承里的星象 占卜 却是极佳的 李婆婆道 这些都是远古大巫 留在这个世界上的智慧 有一定的准确性 虽然我不确定 医生以后 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 但是我可以确定 医生 必不是池中之物 这一劫 是一条分水岭 渡不过 死 渡过 从此以后 这个世界 再也没有能阻挡 医生的东西了 李婆婆微微一笑道 婆婆 到底是什么原因 他到底能过 还是不能过 李延心有些着急了 一切都是定数 能不能过 谁也不能说 李婆婆摇摇头 只是医生回去以后 多加小心就是了 谢谢婆婆 我一定会小心的 叶昊轩点点头 据玄机真人说 此处 驻神物出世 而每次神物出世 都会伴有魔物 在来到无神灵之前 我已经观察过四周了 发现这个地方 原本是风水宝地 只是因为神物出世 所伴随着的魔物 让此处黄泉晦气升腾 导致这里的风水 遭到了破坏 神物应该指的就是 魔神吃油的铠甲 与巨斧 以及得到这两样东西后 大巫的传承 但是现在这东西 已经面试 李延说结束该过去了 可是我感觉这里 似乎事情并没有完呢 叶浩轩的话音一落 只见那口巨大的石棺里面 一道乳白色的光滑 突然生腾而起 随着这些光滑的涌动 无数小小的字体 在光滑中不断的浮现 虽然几个人并看不懂 这上古的屋檐 但是他们却读懂了 这其中的意思 原来 上古之石 魔神吃油与圣皇皇帝决战 双方决战于逐鹿 本来以九黎族的实力 并不至于惨败 因为巫族纵横天地之间 可以凭借着自己的一身肉身 纵横六界 举足可破星辰 就是因为实力太强了 所以说天道感觉到了危险 所以降下了天罚 以至于巫之一族没落 内战本来巫视必胜的 魔神施展 迷烟之法 令四方大雾骤起 大雾的浓度 身手不见无止 圣皇等人被困于逐鹿之地 但是圣皇治下思难 辨别方向 凭着手下大将杀出一条血路 而上苍又派来高人相助 终于大败持有 将其赋予斩腰台上 断肆之斩头颅 只是魔神早已经越出轮回 不再五行 所以即便是分尸 也不能将其尽处 所以圣皇将其尸身 带往神州各地 然后以五颗女蛙石 分别镇守其躯体 以防止其重生 那个时候 世界的大洲是连在一起的 但吃油的魂魄极强 一缕残魂得以逃生 她的残魂带领着残余的部将 远赴湘西深处 自此九里一族 便渐渐地淡出了历史 孔雀平 便是魔神带领着残余的大巫 栖身的地方 本想着自此以后 不再理会事实 让乌之一族 好好地衍生下去 岂料好景不长 天地异象滋生 玉外之人入侵 以至于星辰破碎 九州近会 这才形成了 今日的世界格局 而魔神被分离的躯体 与五颗镇守魔神的女蛙石 也随着破碎的大路 流落在了各地 玉外之魔越来越多 本来这些玉外之魔的实力 不算很强 圣皇麾下的大将 完全可以追着他们调导 但是奈何对方的法宝 实在是太强 神州告急 圣皇派人前来久离 请求魔神麾下大巫出面 共遇外地 这魔神也是一名性情中人 虽然当日自己被圣皇分尸 尸身被散往世界各地 并以女蛙石镇守 防止复活 但是他觉得 这是神州大帝本土的恩怨 他可以死在圣皇的手里 他的足地可以由圣皇占领 但是那些玉外的妖魔 长得人不人鬼不鬼的 他们也有资格入侵九州之地吗 所以魔神毅然派出了 所剩的大巫支援圣皇 共遇外敌 这一战 所有的大巫几乎是全部陨落 最终九州之地也变得支离破碎 之后圣皇以各路圣者 为了保护这个世界 共同在心域之外联手部下节节 将一众玉外妖魔封于九州之外 魔神虽然为不死之躯 但是在这个世界上 根本不存在真正的永生不灭 更何况支撑魔神信念的 只是一缕残魂 之后魔神的残魂日益的虚弱 大显中道 所以魔神自建巫神灵 千万前去增援圣皇的大巫 几乎是全部陨落 所以便有了那些空的巫塔 这是大巫为了纪念身边的人 而建造的衣冠塔 而他自己的本体被散在九州之外 所以巫神灵里面 只有他生前的武器和铠甲 了解了整件事情的始末 叶浩玄不免有些唏嘘啊 魔神吃油 果真并非是如同历史中 所传的那样的残忍无道 反而他是个性情众人 果然 历史是由胜利者撰写的 如果当年不是巫之一族保守天罚 那么现在华夏之地将会是另外一番情形 原来是这样 叶浩玄难难的说 上古的那场变故 是因此而起 据这里面的记载 魔神四肢被斩 头颅被卡 分色在世界各地 由女蛙石镇守 那么我们凑齐五颗女蛙石 那是不是就等于凑齐了 魔神的躯体 到时候他会复活吗 会 因为我们的巫神 是不会死的 李婆婆难难地说 但随即他又摇了摇头的 可是事情已经过去这么久了 五颗女蛙石 要到何处去找 就算是找到 魔神本魂已灭 想要重生 恐怕不易 当心 李延欣一声轻呼 他的神情瞬间紧绷了起来 他手中的冷月紧紧地握住 死死地盯着前方 只见那巨大的石棺中的 白芒缓缓地消散 石棺中一阵剧烈地撞击声 然后一张猙獰的面孔 从石棺中爬了出来 这是怎么样的一个东西 叶浩轩简直是 无法形容他的样子 只见从石棺里 抓出来的那只怪物 生着四肢 体大如牛 面部似人 而且身体上 生着一根根坚硬的稻刺 这是什么玩意儿 叶浩轩愣了愣 难道这就是 伴着神物出世的魔物 不对啊 神物早就出世了 那怪物对着三人 一声嘶号 他的额头上 一抹无彩的光景 闪闪的发光 叶浩轩一眼就看到了 他额头上的不寻常之处 只见他的额头上 好像多了一只眼睛一样 这只眼睛一般的东西 并不是真正的眼睛 具体是什么 叶浩轩也说不清楚 他额头上的东西 是女蛙石 李延欣突然喊道 女蛙石 叶浩轩吃了一惊 你确定 我一颗玲珑之心 对天地在华儿上的灵物 都有很强的感应力 你说呢 李延欣摆了叶浩轩一眼 可是 女蛙石不是镇守魔神的躯体吗 怎么会出现在这颗怪物的脑袋上 叶浩轩感觉到整个人都凌乱了 魔神的躯体不在五星之中 即使是被斩掉 然后以女蛙石镇守 随着天长地久 也极有可能会演化为其他的东西 现在这个怪物 恐怕就是魔神的躯体演化出来的 李婆婆道 那就好 先斩了再说 叶浩轩精神一震 他和女蛙有三年之约 三年之内必须凑齐五颗女蛙石 否则的话 这个世界将会少一半的人口 所以叶浩轩的压力很大 每次他对别人说 他要拯救地球的时候 都会遭到别人的鄙视 可是他的确没有开玩笑 他确确实实的是要拯救地球啊 关于女蛙石 除了瑞典公主安琪拉 送她一个十字架 与女蛙石有关之外 叶浩轩没有一点关于女蛙石的消息 现在见到这怪物 他的精神极其地亢奋 怪物一声怒吼 快速地撒动着四肢 庞大的身躯 如同一辆快速行驶的轿车一样 向着几人扑了过来 我来 叶浩轩一声大号 他手中的太长一阵 一抹剑芒在太长上骤然亮起 然后猛地向前积极地冲了过去 迎着那个怪物迎面而去